文音师鸟 文言之人 吕鸣三响 只得几岁 犬费一生 可变故母 这么神奇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天算》 元旦在沈阳中华剧场首次与广大观众见面 该剧以沈阳老北市场巷师白凤奇 为中心人物关系展开 讲述了他在民众的协助下成功传递情报 以东北人民不屈不挠的风骨 挫败日本侵略者阴谋的故事 在元旦期间带着孩子 带着家人 看着一样话剧感觉非常有意义 主要是这次机会对孩子进行下 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让他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来自不易 话剧《天算》是继祖传秘方和开炉之后 辽宁人艺奉天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在秉承前两部作品高质量全辽班班底的基础上 力求打造一部行审兼备 更具东方戏曲审美气韵的话剧新作 这部戏的艺术特点还是延续着辽艺 近年来延续着关东演区学派的创作 主要描写一些小人物 这些小人物非常有鲜明的特点 非常有地义的特色 截后 话剧《天算》将继续在省内与全国进行巡演 本台报道